来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S6的伞81.90的胜率 我居然还有幸能够有这位大神的好友位 他到底是谁啊 看乌鸡哥 我们待会看看嘛 有机会可以看吧乌鸡哥 确实很久没看乌鸡哥了 磁铁乱砸 后面这三个字我猜猜都知道是什么了 前锋 祭司 魔术小说家 一套非常能打的阵容 这个阵容呢 它的问题在于这套阵容修机速度不够快 打架呢 你得是穷者优势打 可能能打出一个盛势 但如果是烈士想要翻盘打 相对来讲 反而有的时候打着打着没了 这边上来抓的是祭司 祭司在这个位置 一个洞 但这个洞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他拉不开距离 速散 这边是一个 单挽留 一个插花天赋 还点了冲动 这个天赋 比较少见 一刀抽刀抽中了 那很好 这刀抽刀抽中的话 后面闪现一刀抬走这个祭司 就看前锋的发挥了 就看前锋一波发挥 这波前锋发挥了好 比如说保祭司 保出一个什么呢 保出一个换挂节奏 这个局穷者四人开门战 争多跑 如果说前锋过来 正常一波救呢 我觉得是打不出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就前锋打一波 比如说救一波 当一个救人位 不打架的 这个局是没法去争四人开门战的 这波是这局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穷者想 但凡你想要去争四人开门战 这波就一定要打 这边交了个飞轮 前锋那边拉球过来 无伤救人 可以的 这波无伤救人非常好 这波无伤救人 扛一刀呀 前锋拉球 小伙子你这前锋 那他是想先看看这边祭司能不能扛起来 拉球 没拉到 好了 那走吧 那走吧 再保 也行也行 还能再保 其实可以再保一保 反正前锋这边满血 手里面还有三分之一的球 站着别的我来帮你 但前锋可不能吃刀 因为这边摇零CD好了 一个摇零 好前锋要吃一刀 吃一刀就得走 吃一刀就走了 因为他们机子是远远不够的 刚才小说家也过来 前锋也过来 等于说外面只有一个魔术师在修 这个密码机是远远不够的 前锋别来啦 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这我还能放你走 素杀也是脾气好 因为他手里面的摇零CD好了 真的 这波是可以去抓这个前锋的 这里算一下机子 这个机子呢 前锋如果说 哎呦他们还要打 这个局说实话 这波再来打 我觉得就是送 好吧 我说实话 这波再来打就是送 一个摇零 摇到 这边的话小说换到了 换到了 为什么我说是送啊 因为他们现在的密码机真不够 这个祭司你是保不活的 吧 除非这个祭司现在266起来 因为我看了也在祭司手里面三个洞 一个摇零 丢伞 过来变白 一波吸魂 两个人扛刀 先把洞打了 那 也不够 那也不够 这边速伞的闪现是 4秒钟 闪现一刀 带走 挂飞 这个小说家不要 然后丢伞 伞 找这边前锋的密码机 速伞还是赢 保 其实保得不错了 比我想象中要好 我当时那波感觉就是小说家其实不太保得住这个祭司 反而自己这边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但从结果上来看呢 还可以 还可以 这边小说家是个教自己 摇零没摇到 前锋应该是要倒的 这个前锋应该是要倒的 下一个摇零带走前锋 直接带 带走前锋 外面魔术师重启机子 他挂上这个前锋 做一波防守 然后待会儿丢伞过去偷袭这边的小说家 有很多种打法 光防守也行 纯防守也行 但纯防守的话呢 那边小说家毕竟这台机子离门很近啊 离门很近 快走 我走地窖 小说家这边 对 这波过来打的话 只要击倒这个小说家应该就赢了 有了 飞轮漂亮 这波飞轮 小说家吸出一本小说 坏吗 一刀倒地 那边两个人抢密码机 挂的话 要挂 不挂 好像这机子要亮 不对不对 这波要出任期 为什么呢 这波他这个传送传伞丢了 打一刀密码机 点亮魔术师 抓魔术20秒才有下一波丢伞 因为这边机子好了 机子但凡差一点点 这个台机子修不了 这局他都赢了 因为这个 诶 这小说家没有大心脏啊 诶 没有大心脏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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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又不一样了 这是个教自己的 五秒钟以后有摇铃 没大心脏 我倒是没注意啊 这边魔术师 看到前锋了 看到前锋了 哎小伙子 这边有个摇铃 摇铃击倒前锋 即便小说家被捞起来都没有用 他们的门没有开的 八秒钟以后有闪现 一个摇铃摇到了吗 好像没有 但是没关系 四秒钟以后我有闪 谁敢来摸 我拖一拖 这波伞我觉得不要过来啊 这波伞过来 好也可以也可以 有闪现了 有闪现了 闪现 哎 喂 还行 这里 好像摸不起来 这个没有大心脏 确实有点难办啊 教了自己又没有大心脏 确实蛮尴尬的 前锋这边 嗯 魔术师 这里选择开门走 也行 开门走就是跑一个 他如果想要打呢 也不是说没法打 为什么呢 这边的挽留快要结束了 小说家手里面是有一本小说的 就下来 然后再拉扯 也不是说完全没机会啊 也不是说完全没机会 这里点门 应该开了 没找到人 没找到人应该不过来了 回身过来防守 最终还是一个坐伤 其实打的挺精彩的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了 因为这套阵容 其实他们打速散 中间但凡有一点点失误啊 就是给机会的话 就是一个瞬间猝死的一个局面 就直接暴毙啊 所以还可以啊